今年最火的网红肯定非拉面哥成韵附莫属了 他走红的原因也是很简单 三元一碗的拉面卖了15年 坚持不涨价 坚持手工做拉面 绝不用机器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拉面哥的这份淳朴 倒成为了最珍贵稀缺的东西 他的每句话十分吐气 但是又是那么的真诚感人 只不过走红之后的他 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 啥都没有 却总是担心别人套路你 结果这也不敢 那也怕了 音音费时一律拒绝 现在的拉面哥虽然每天坚持出摊 但性质已经完全变了 因为他成了众多奇葩网红们的背景版而已 从视频里不难看出 拉面哥每天的工作就是做拉面 偶尔停下来唱个歌 在他的身后就是各种牛鬼蛇神了 只不过对于成了背景版这件事 拉面哥自己倒是不怎么在乎 相反还自得其乐 但大部分人其实看的还是拉面哥而已 对于这些网红的各种低俗行为 根本不屑一顾 而拉面哥也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消耗着自己的人气 毕竟大家喜欢拉面哥 是因为他身上的正能量 而不是成为网红的背景版 给他们做广告 这些打着拉面哥的旗帜招摇撞骗 这些企图从拉面哥身上吸血的人 心里已经只剩下了利益 他们只想借拉面哥的流量 赚得盆满薄板 全然不顾自己给别人造成的伤害和阴影 对于拉面哥来说 再这么下去的话 他也差不多该凉了